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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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高大人平安归来 不要再叫我高大人了 我已经被耻夺官职贬为庶民 要不是显阳贵为御前侍卫 老夫才被逐出宫了 无关一身轻 反而乐得逍遥 这倒是 高老伯 这盆罗汉松是我爹所种 我们特地拿来贺礼走出牢笼 重见天悦 谢谢 谢谢 坐先慢慢再说 请 请请 请坐 请坐 罗汉松可以除晦气 也可以带来好运天喜庆啊 这次脱险天牢还不算是最高兴的 要是让我们看到 三好和显阳两个共贤联礼 拜堂成亲呢 那才是天大的喜事啊 爹 我不是跟你说过 有国才有家 我知道 你们要助皇上一臂之力嘛 但是显阳 你是高家的独子 九代单传啊 要早日成亲 开枝散叶 这是当务之急啊 最重要是三年报两啊 接着呢是武士齐昌 六福临门 七孙报喜 爹 刘老伯 你们再说 三好走了 好好好 我们不说不说 对了 今天匆匆归来 来不及准备韭菜佳肴来款待 不如明天我们再饮酒唱剧 我们刚刚炒制心肠 明天带他一起来 好 喂 可以做几样小菜 给你们下酒 不过下酒是小事 下棋才是大事 皇上遇刺冷暖遇妻子给我 到如今还未曾有用武之地 那你是想先我挑战了 在沙场杀敌 你都未曾退缩了 这次的战约 我看你不会拒绝了吧 禀大将军 属下接货密报 查吃洛阳的墨家药 河南的朱广旗 曾经和皇上暗中联络联系 而当中春真隐献者 就是刘三好父亲 刘松柏 先朝余孽 果然是死而不将 刘松柏借花农之名进宫 实则是皇帝的走狗 皇上吃尽龙肝凤胆 还不满足 近日可能吃了豹子胆 想跟我斗 真是自不量力 如今贤妃身怀六甲 只要等到瓜熟地露 届时皇上的龙坐 便可溢足 本将军等不到那天 现在就要搓起日期 我要昏君自食其果 回不当初 因为要准备菜肴 而误了时针 酿泥酒后 还要高老伯挨饿 实在过也不去 不要紧 反正爹有刘老伯 陪他对弈 吃饭与否已不重要 我和爹重逢至今 围攻门相隔 只是偶尔见个面 我们从来没有坐下来 好好地聚一聚 那我们今晚就把酒言欢 乐聚天伦 爹 梁老一定是不停下棋 眷疾而眠 这么大的人了 还孩童心性 贪玩不知眷 爹 我们回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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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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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上 刚侍卫发现的时候 高耀安和刘松柏 脸蚁变青 嘴唇发黑 表面迹象是毒物入体 刘松柏已经弃绝身亡 而高耀安也危在旦夕 吴太医已经赶往高府 为他施针保命 高耀安刚获得赦免 就和刘松柏遭逢不测 立刻替朕搬架 爹 三号 参考见皇上 此时此刻 无需多礼 谢皇上挺叙 朕经文噩耗 便立刻拜价前来 一切节安顺便 皇上有心 高老婆情况如何 发现之时 高老婆已脸上泛紫 嘴角游戏 但是游戏尚有一丝气息 吴太医正在为他施针诊治 显阳陪伴在旁 希望我爹在天之灵 能够保佑高老婆 吉人天相 安然度过此劫 刘老婆 忠肝一胆 引退沙场仍心细过失 如今促然离去 实在令人伤感 三好自有 与爹骨肉分离 冲锋未及一载 如今又阴阳相隔 绝老未报 是三好不孝 是死如是生 才是真孝 刘老婆在天之灵 也希望三好 你好好地活下去 切勿过于自责 谢皇上好意 臣参见皇上 不必多礼 高耀安情况如何 微臣已经失真抢救 但是高耀安中毒太深 回天乏术 臣恐怕他难以支撑到天明 刘松柏高耀安到底身中何毒 关乎二人症状 此毒非比寻常 微臣一时三刻还未能确定 需要再做查证 斗胆 皇宫禁帝 居然发生下毒杀人之事 朕必定追究到底 传朕口谕 尚药局立刻接手彻查此事 必定查出此毒盒来 朕竟然发生下毒杀人之事 太医 刚刚为爹施完针 你歇会儿吧 刘老伯早走一步 我可以让我再见你一眼 但是我有个心愿未了 我看不到你成家历史 身后我下去 不知如何向你娘交代 先阳 过来 我们今天就拜堂成亲 三号 我不是意气冲动 我连爹最终的遗愿 去什么都不得而知 现在难得你有这个机会 身为人子 虽然未能侍奉爹娘终老 但是起码可以让他死而无害 但是皇上就在外面 一来 宫内成亲 触犯宫规 二来 要是让马元智知道 借此发难 会陷皇上于良难 皇上 律力参见皇上 律力之外尚有人情 更何况百行孝为先 朕明白 树欲敬而风不息 自欲养而亲不在的哀徒 人若能够死而无害 也总算是一种安慰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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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请喝茶 若愿你们 夫妻同心 聚暗其美 早日开枝三叶 三年报了 无事其成 六夫令门 其尊不许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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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爹 爹 瓜 爹 爹 爹 触手指甲发黑 数日方退 毒入五脏 则必死无疑 他们与人无仇 究竟是何人要下此毒手 朕一定要彻查到底 爹 岳父大人 黄泉路上 一路好走 爹 你不用担心女儿 女儿有写阳照顾 公公 你们都安心上路吧 陈女儿参见丽妃娘娘 三好 高侍卫不必多礼 多谢娘娘到来至极 本宫和三好情同姐妹 加上刺幼 老爷就对我有养育之恩 如今老爷和高老伯不幸离世 本宫余情余礼 都应该前来至极 三好 死者一一 你要节哀顺变 多谢娘娘关心 三好为娘娘点香 难得皇上 难得皇上恩准 老爷和高老伯可以留在宫中设令 让大家可以对他们表示一点亲爱 刘老伯和家言志同道合相逢恨晚 如今同月同日离世 皇上特准一起设令 这后两老会以宫外安葬 请娘娘上香 奴婢参见刘思珍 高侍卫 王华 奴婢参见丽妃娘娘 贤妃娘娘身怀地义 孔友相冲 加上绞伤未遇 未能亲自道来 主奴婢向两位致歉 娘娘慈悲为怀 劳烦带三好向娘娘道谢 还请娘娘保证奉体 专心养胎 奴婢自会转告娘娘 娘娘 你今年冲犯太岁 也应谢绝一切丧事 不一一道计的 你不记得了 飞燕 原来娘娘你记得 只是为表心意才不理会 其实忌讳的是信则有 不信则无 要是真的有心 就和娘娘一样 百无禁忌了 今日家父和高老伯举变 别有用心的话 可以留待他日再说 无畏令两位老人家不得安宁 三好 飞燕出言不逊 你千万别介怀 奴婢因为丧父心痛 言辞获有莽撞 请娘您原谅 总之一切节哀 本宫不耽误两位 本宫先行离去 祭司敬 桑思哀 忧能伤人 你和三好要切记保重身体 大厨未报 大厨未报 县阳岂敢自杀 县阳反复思量 粮牢与世无政 拒惹来杀身之户 总觉得他们的死是原起县阳 你欢迎马原志 臣参见皇上 臣听闻高耀安和刘松柏不幸中毒身亡 请高侍卫节哀顺便 多谢马大将军关心 臣已命神策军彻查此案 务求尽快揪出真凶 对皇上有个交代 有劳将军 臣得起茶叶中混有阵毒 打算沿此线索追查 顺藤摸瓜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捉拿凶手 难得马大将军胸有成竹 再加上神策军辅助 应该很快就能查出真相 凶手胆敢在进宫内为所欲为 完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臣绝对不容许此事再发生 在镇门皇城 无法无天 这个人绝不能容 朕必定要捉拿此人 以显皇权 那臣现在就去追查此案 先行告退 高侍卫 软司舍 刘司贞 你们来收拾刘老伯的遗物啊 我爹已经不在了 他的东西我想带走留作记忆 麦公公叫我搬盆茶花到新居店 不耽误你们了 高侧卫 下毒仪式下毒仪式有没有头绪 经兆尹在刘老伯宫外住处查过 证明茶叶是刘老伯亲自栽种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毒性 唯独是在刘老伯带进宫的茶筒内 发现茶叶含有镇毒 那下毒的人如何把镇毒加添在我爹的茶筒里呢 你们是不是在说刘老伯的麻布茶筒啊 小顺 你见过吗 嗯 就在刘老伯他们出事那天 我来拿花替换 看到林公公拾起茶筒给刘老伯 所以我见过了 你说的是不是马云志身边那位林公公 林福全 是啊 林公公撞跌刘老伯的茶筒 所以帮他拾起来 合适啊 有可能就在林福全拾起茶筒的时候 趁机下毒 一时一环只是瞬间的事 林公公如何下毒呢 可以 阮司射 劳烦相借钱袋一用 对不起 小顺帮你拾起来 那四射 你的钱袋 多谢 把钱袋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看有何不同 原来真的可以 嗯 其实很简单 这等于变戏法一样 要眼明手快 你们三个人六只眼 还是没能看得出我的手法 小顺你和变戏法当然可以 但是林福全他不会 谁说林公公不会啊 小顺八岁第一次学变戏法 就是林公公叫的 这招白鞠过戏也是他教我的 他说只要练到手法纯熟 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能够如曲如携 神不知 鬼不绝 先行告退 我想起来了 我看到林福全右手三指指甲发黑 相信是碰过阵毒所致 凶手一定是他 我立刻禀告皇上 有小顺作证 就可以将真凶救法了 不行 林福全是马原志的心腹 叫小顺指证就等于得罪马原志 就算小顺指证成功 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小则处处碰壁 受到打压 大则非来横祸 性命堪余 你们不能要小顺犯险 说什么都不行啊 布公公离世 他只剩下小顺这个干儿子 假如小顺有什么事 只怕布公公会死不瞑目 总之绝对不能祸及小顺 高侍卫 请你看在布公公份上 别让小顺介入 另寻他法 马原志心狠手辣 要小顺指证其恶行 实在治他与险境 如今我爹和高老伯已遭毒手 我真的不想再牵连他人 无辜丧命 高大人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吗 小顺 你千万要记住 今天的事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以免招惹杀身之祸 万将军真是不知好歹 居然连同京兆尹鱼宫内外 认真查办刘僧柏和高耀安 被毒害之事 就由得他们查了 反正不会找到凶手 大将军这次一箭双雕 斩草除根 杀得真漂亮 你这次干得很好 把朕毒加在茶叶之中 干净利落 料无痕迹 奴才也是向大将军学习 本将军知道你忠心为主 成就大势之日 那事件就交由你掌管 神策大将军之嫌 也由你接任 多谢大将军提携 本将军曾经说过 抖得太急 只会摔得更重 皇上执意要放高耀安出牢狱 岂料放生不成反催命 如今刘家高辅仇云惨物 哭胜震天 所有的一切 都是皇上自作自受 朕还以为这局棋已取得优势 朕没想到对方为求胜出 居然不宜棋局 向局外人施毒手 黑白中怒见泄洪 现阳绝对不会让梁老无辜送死 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手刃仇人 还他们一个名判 既然对方行小人之法 我们也无需君子相待 问题是要替虎梅必存凶险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好 朕就与你同行 学生联通经兆尹追查高耀安刘松柏中毒身亡一案 进展未入理想 学生打算加派人手 抽调军中有经验人士协助查办 尽快解案 好 一切就依你之间去办 总之在宫外有你和经兆尹 在宫内有本将军和神策军 结合师徒之力 必定能揪出元凶 皇上驾到 臣参见皇上 皇上一架内侍剑 不知所谓何事 就是为缉拿毒杀刘松柏高耀安的凶手 给朕拿下他 是 奴才没有杀人 你们为何冤枉奴才 你们有何证据说奴才是杀人凶手 就凭这只手 朕毒毒性剧烈 稍有触及 则会令肢家肌肤发黑 数日方退 如今证据确凿 你不得抵赖 刘松柏高耀安二人中毒身亡 是否你所杀 天下毒物众多 未必只有朕毒 能令手指发黑 本将军听你说过 前阵子 那世界有很多老鼠出没 是不是 就是老鼠为患 所以小人曾以芒草毒杀老鼠 应该是这样而令指甲发黑 一定是这样 这些小事你只要吩咐一声 让下属去办不就行了 何必你亲自处理 你这个人实在太尽中指手了 你何时触及芒草 等本将军去查一查 是否真有歧视 他分明就是抢词夺理 谎话连篇 捉随拿赃 本将军明白高侍卫寻凶心切 但是想治罪 也要有证有据呀 好 请皇上预准 用卑职搜身查证 要是证据确凿 请马大将军秉公办理 好 不过未表公正 臣要求有万将军带高侍卫搜身查证 臣愿意代办 嗯 不可能 为何我身上会有 如今证据确凿 你用镇毒杀人 只是毒匪一包 不代表就是镇毒 使用 事实摆在眼前 要粉就是镇毒 大胆奴才 混账 你这狗奴才 竟敢欺瞒本将军 做出下毒杀人的恶行 小人该死 请大将军听小人解释 有何好解释 你 本将军绝对不允许有这种仇下 给本将军托下去 岂是乱大岗 以示为狗 臣 臣有眼无珠 未能辨识此等奸人 实在怒涕难消 马大将军属下 犯事而不查 威严禁草 他是如何管制内事件 如何带领神策军呢 发生此事 臣确实责无旁贷 臣愿意 停领奉禄半年 反省悔改 一步不足 马大将军切记今日所言 看若朕再发现神策军 在马大将军的带领之下 已就罔顾法纪 再生事端 朕必定追究到底 臣 领之 这次全来显阳 你发掘林夫权指甲发黑 朕才有此一计 人赃病祸 令马元智欲辩无从 虽然这次 不能真正对付到马元智 但是也有如薛其一臂 错其骄横跋扈之气 三号 怎么了 刚才你在众目睽睽之下 史记栽赃 要是让马元智发掘 你就幸运不保了 马元智狡猾多多 既然我们难以立敌 就唯有秩序 这招白居过戏 虽然只跟小顺学了一夜 但是平常人 应该难以看得出破绽 事实也摆在眼前 他们因为心虚才无所遁形 不过这次要三号担心一场 朕实在过意不去 皇上严重 朕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 本来朕应该让你们出宫 离开这个虎狼之地 在外面好好地过日子 但是如今天下未尽 民心未安 要留两位在朕身边 和朕一起并肩作战 面对眼前这惊涛骇浪 如今 还连累两位尊翁横死 奴婢和显阳决定留下的时候 已经甘气小我 一成大我 只要大唐有国泰民安的一天 我相信他们二老全下有之 也会感到安慰 其实皇上要肩负大唐国运 才是最难的 经此一役 马元智必定恼羞成目 往后不知道使何奸计 接下来的日子 朕和马元智的斗争 就如火城风势 不可收拾 朝中赤胆中干之事 一定甘为皇上效命 不错 就像万将军 才一心报国 倘若他能够变中间 看清楚马元智的真面目 弃暗投明 但皇上一方就如虎添翼 胜算又高一筹 朕也如此希望 高侍卫登楼远望 似乎思亲之情挥之不去 人生难免一死 违望先言入土为安 现阳心愿足矣 由姓高侍卫 终能揪出离夫全是下毒真凶 总算告慰梁老在天之灵 这件事 现阳也应该向万将军致谢 谢我 万将军专程请荆召引协助帮忙 这份好意 现阳感激不尽 说实话 你我曾于运送灾款期间 共利生死并肩作战 末将早已视你为 豪气甘云的好兄弟 万将军既以兄弟相称 现阳也以甘胆相照 赠予忠言 望万兄能除去对皇上的偏见 你对他的误解 恐怕是遭人误导 万兄有否讲过 林夫全和梁老无怨无仇 为何要失此毒手 宫中的公公 从来都只力求讨好主子 听人拆解 高兄以为主谋另有其人 真相如何 希望万兄能够心如明镜 便请眼前真伪 那就是社稷之福 百姓之幸 你早知道刘苏百姥扶权是燕人 还肆意侮辱 为何你不早点告诉门将军 为何 属下之罪 属下只怕惹起事顿 放开 学生叩见恩师 你来了 坐 恩师何事如此动气 本来为师想请你过来饮酒疏怀 没想到 刚才没吓着你吧 恩师言重了 不过学生刚才听到 刘苏百和林公公早有过节 原来福泉他 曾经和刘苏百在宫中聚赌 刘苏百输了钱 心中不分 居然口出恶言 大骂福泉是燕人 第三下四 无子送终 这些话 可能是冲口而出 但是对我们太监来说 就犹如强风利刃 知此最伤最痛之处 福泉怀恨在心 才会愤而下毒杀人 福泉犯了大罪 死不足惜 但是倘若为师 早就知道他杀人的原因 为师一定会给他机会 结实剖白 但当时为师实在太愤怒 他坏我那事件的名声 生怒之下 才会一箭将他刺毙 同时 也把他的一腔鸳鱼 长埋黄土 林公公既已正法 恩师也无需太过伤怀 是为师亲手手刃扶权 回想起来 这是痛心欲绝 剑锋 你是我众多门生中 最得我心的 你应该会明白 为师刺客的心情 恩师痛心之情 学生当然明白 来 就让学生陪恩师唱饮 以书筹续 一解欲解 来 干 阮四哲 三好来了 你约我来 是不是有需要帮忙啊 鞋坐好了 不过我想穿得舒服点 再加一层棉布做垫 鞋是做给小顺的 真是慈母手中献 有子身上衣 我又岂算是慈母 二十多年来 没有为儿子做过什么 现在开始也不晚啊 这么好的鞋 小顺看到一定很高兴 鞋坐好了 但是能否送出去 就要三好帮我忙 你要我帮你 拿给小顺啊 我为小顺做的第一份礼物 我想亲手交给她 我约你来商量 并不是想借你一双手 而是想借你的名字一用 这些真好 为何阮司社平白无故 会送东西给我呢 不是我的主意 是刘思珍才对 上次全靠你的指点 三好他们才知道 真凶就是林公公 总算为两位老人家 讨会一个公道 三好一直都很想谢谢你 正好我有些做鞋的布料 就做个顺水人情了 你看看鞋子的尺寸对不对 喝酒 阮司社你真是眼力 不用问就知道 我的脚有多大 那你喜不喜欢 喜欢 软绵绵的 穿起来一定很舒服 小顺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人做过鞋给我 阮司社 你带小顺多谢刘思珍一声 好 那当然还要多谢你了 难得是阮司社亲手缝制 手工精细之余 布料还这么好 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穿啊 做给你的当然要穿了 破了呢就告诉我 我再做一双咯 还做 要是有布料在手 少少女工工夫 举手之劳 对不起阮司社 你为何这么说 以前小顺经常跟你怄气 也曾经对你言辞无礼 你不仅没有怪我 还事事为我着想 就像上次高侍卫 要我挺身作证 你立刻提醒免小顺犯血 以前小顺有何得罪之处 阮司社你别放在心上 以前我也有很多 做得不对的地方 好 就从今天开始 我们忘记以前不开心的事 一切重新开始 好啊 一言为定 对了 我还做了一些香叶蛋 送给你吃 好香啊 我干爹生前最喜欢吃了 他很喜欢把蛋放进火锅里 很好吃的 你很喜欢吃火锅吗 不如我们明天一起去吃 明天哪 不行啊 明天是初一 我想到三清冠去拜神 顺便烧些纸钱给干爹 那干脆我明天陪你去三清冠 给布公公烧完纸钱 我们一起去吃火锅 也好啊 好香的香叶蛋味道 干娘 带了烧饼来给干爹啊 香叶蛋是你放的 是啊 香不香 手艺不错 不是我做的 是阮丝舍做的 我看味道很好 就拿来孝敬干爹了 还有啊 阮丝舍亲手做了双布鞋给我 手工很精细的 极像受不起阮翠云的东西 以后这个女人的东西 别放在这里 干娘 你不是和阮丝舍和好了吗 你为何好像还试试针对她似的 其实我觉得阮丝舍为人不错 对我也很友善 人家只是送了双鞋给你 就当人家是好人了 小顺不是这个意思 把鞋给我 你要干什么 我拿去烧了它 不要干娘 我很喜欢 给我 不要 给我 不要 你 别这样干娘 你居然这么不听话 把仇人当好人 你让他骗了 你口口声声说阮丝舍是仇人 人家做了什么坏事 让你这么恨他呢 他 他杀了你干爹啊 你说什么 吉祥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就杀了吉祥灭口 是何秘密 你别问了 一来 我现在没有真凭实据 二来 我不想你惹祸上身 总之这件事你别问这么多 这个女人她不是真心对你好 她做这么多事送东西给你 是因为你是吉祥的干儿子 她是因为内疚她要赎罪 才对你这么好的 你 小舜 你来了 带了什么来 都是一些贡品 布公公生前喜欢吃的水果 我干爹何时说过喜欢吃梨 现在不是石节 梨是酸的 这个橘子更糟 烂的 带这种东西来敬神拜佛 神灵也不领情 你为何这么凶啊 我对你凶当然有原因 不如问问你自己 为何对我这么好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还是你心虚 心有鬼 想弥补什么呀 我 还有你的东西 给我拿走 我不稀罕 小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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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 不要再对我这么好 以后不要再缠着我 我不是想骚扰你 我只是想关心你呀 你想找人对时去找别人 我年轻力壮 你看看你 鸡皮鹤发 花藏粉腿 你不照进拿盆水看看 几时岁了才想要男人 你 怎么 打不下手啊 还是不会打 我来教你 你 要不是本将军经过亲眼所见 你不相信一个小小太监 居然动手伤人 跟我去那世界 我要问你们总管 究竟他是如何教你宫中规矩的 堂堂一个私舍 是你可以随意羞辱的吧 走 走啊 不要 不要 万将军 就这么算了 算了 今天姑息他就是壮大他的暴子弹 他日更不会把人放在眼里 走 万将军 求求你看在我的份上 我别难为他了 小叔 快走啊 这个小小太监 不分尊卑 你为何要帮他呢 是我欠他 你欠他什么 我不能说 你别逼我 那好吧 不过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麻烦 只管告诉我 一场固有 我绝不会袖授旁观的 为愿苍天保佑 爹和公公全下安息 早登极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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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灵的 皇儿不幸临世 促于己害年二月初一 促于己害年二月初一 我听人家说 只要把自己的年根八字 写在红纸上 然后放在香炉顶 受香火三个时辰 心中所求 必能天从人愿 娘娘心诚则灵 心存善念 天尊一定必要 万事大吉 今天是二月初八 周年大吉日 希望承你贵宴 今天是何日子 二月初九经折 是燕神之术 这种邪术 要有被咒人的年根八字才行呢 快飞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家孩儿没了 心灵是初九滑胎的 他为何在这上面 写初一呢 难道是心灵陷害万夫人 一日抱住 别作梦未得错 看到的 听到的 不要信 遗憾是 灰起眼线 自忘到世间多少暗容 爱得深雪不争 必感到 再追深 在黑骨不觉拓 无奈是两手相拥 也是觉得冰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